一中天 中华史 夏秋年 第四卷 青春至 第二章 情人 赖不到神头上 跟海伦相比 夏姬有点冤 没错 夏姬是乱了伦 但乱伦在当时习以为常 春秋时期的性关系远不像后世那样严谨 有人跟树母偷情 有人抢儿媳妇和弟媳妇 有人做换妻游戏 有人甘愿戴绿帽子 还有兄弟姐妹乱伦 这些事左传都有记载 夏姬也偷了情 但没有一次是在婚姻状态中 相反 当她跟丈夫玉叔一起生活时 甚至在等待乌臣来团圆时 从未有过绯闻 比起海伦的背叛丈夫来 哪个问题更严重? 夏姬当然也惹了祸 但海伦惹的祸更大 特洛伊城彻底毁灭 众多英雄战死沙场 无数百姓惨遭蹂躏 然而结果却两样 我们被告知夏姬是一个淫妇 却几乎听不到对海伦的任何谴责 事实上 她一直以美丽女神的形象活在人间 2004年5月9日 华纳兄弟拍摄的影片《特洛伊》上映 第一个周末就赢得了4560万美元的票房 海伦的魅力毋庸置疑 夏姬备受争议 海伦无限风光 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 对 夏姬是人之罪 海伦是神之过 谁都知道事情的起因 天后赫拉 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弗洛迪特 进行天界选美 奖杯是一只苹果 上面刻着 送给最美丽的人 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 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弗洛迪特 阿弗洛迪特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 所以从偷情到私奔 海伦都没有责任 也可以不负责任 至于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 当然也不会负责 没人负责 就没法问责 也不必指责 该做的是狂欢 起哄和看热闹 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下机就没有那么好运 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 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买单 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 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 她要做的 是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 然后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如果育人不输 只能自认倒霉 如果不信丧夫 也只能自认倒霉 下机 怎么会有人理解 有人同情 当然 他也赖不到谁头上 这样看 有神是好的 错 问题不在神 而在人 我们知道 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 希腊的神 则其实是人 看看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伙计吧 骄纵 蛮横 放荡 小心眼 他们相互欺骗 故意找茬 争风吃醋 互不买账 还积极参与人类的战争和偷情 很谎 很暴力 这跟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人会死 神则是不死的 不死的神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 这才自意妄为 又不负责任 这当然很没道理 在特洛伊战争中 英雄阿卡留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阿波罗怒吼 你当然不担心将来会有报复 大埃阿斯则对降下漫天迷雾的众神之王宙斯怒吼 如果我们必须死 那就让我们死在阳光下吧 这是正义的呼声 它比神性更高贵 好吧 既然神可以行为乖章 人当然也可自由选择 至少人类的某些天性和天赋可以免责 比如爱和美 因此 海伦和帕里斯是不受谴责的 为他们的偷情打一场战争也是值得的 甚至是必须的 有这样一场战争 英雄才称其为英雄 正义才称其为正义 爱情才称其为爱情 美才称其为美 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说 伊利亚特的真正寓意 也许就体现在他的两行诗中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爱情 二是战争 这让我们想起了左传 想起了国之大事 再次语绒 模仿前面的句式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祭祖 二是打仗 希腊更看重女人 我们更看重祖宗 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 战争都是重要的 战事也都是重要的 更是使家不可忽略的 因为只有在战争中 人性的美和丑才会暴露无遗 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来说战事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